主料,辣白菜200克,土豆400克,辅量,油,盐,葱5克,蒜5克,五香粉3克,青红椒20克,鸡精3克,蚝油5毫升,生抽5毫升,肉片5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辣白菜切成片,青红椒切片,土豆去皮洗净切片,爆凉水泥泡洗两遍, 锅烧热放油下肉片,加葱花,蒜片,五香粉,再放生抽炒香,把土豆片下锅翻炒,加适量蚝油翻炒,把土豆片炒熟,辣白菜,青红椒下锅,加适量盐和鸡精,翻炒均匀,出锅装盘即可,烹饪技巧,一土豆片切好后,用水泡洗两遍,这样炒很出来的土豆片不粘锅, 二土豆片最好不要捉水,直接炒熟的土豆片会更加美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